女藝人減肥方法各有不同 江嘉敏就非常創新 近日被指以高價去試一個滴血減肥療法 度身過程還被雜誌大公開 這個偏方合不合就見仁見智 但事件就令Carmen好不滿 事源是因為有個朋友跟我說 你真的要減肥 其實他也是出於好心 介紹了另一位朋友給我 那天吃飯 第一次見面認識了 其實我去到都不知道 究竟是會用什麼方法去減肥的 我以為是會靠運動 或者是靠一些什麼 就是可能做一些什麼療程 那上去公司就有個醫生做檢討 就脫衣幫我量身 那其實一直都沒有說是用什麼療程 到個雜誌出街 哇 這個是什麼偏方來的 那我是沒有想過會上了雜誌封面 因為我覺得其實都幾較為不舒服的一個位置 就是因為我和醫生在房裡做檢討的時候 我不預期有其他人在場 我沒有想過我脫衣的時候會拍照 那其實這個真的是很不舒服 還有今次touch foot 叫做我有件背心在裡面 那如果萬一我脫衣 剩下bra top 怎麼辦 你是不是會照拍呢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 是有一點侵犯了私人的 因為始終醫生和一個病人 去做檢討的時候 沒有預期到有第三者會在場 事件又被出賣的感覺 Carmen都即時向朋友了解 但得到的解釋就很牽強 令她非常無奈 對呀 那我得到的結果就是 本身打算拍照 自己保持記錄 有藝人朋友上來做了一個療程 打算幫她減肥 誰知道她們交代說 最近真的沒有什麼新聞 又說她們想幫我宣傳吃老桑B 謝謝她 也支持我們這部劇 幫我們宣傳 但這個方法的確是有點不舒服的 因為有很多朋友會問我 是不是真的用了這個偏方去減肥 有沒有用 當然如果我是用了這個偏方 覺得真的可以用 那我也不介意去介紹給大家 我都希望用一個健康安全方法去減肥 亦都想有用的話都會分享給大家 但不是這樣這個方法 因為我真的未做過這個療程 大家都看到我身上還有一點肉 至於感情事方面 Carmen和圈外男友分手近一個月 開始平伏心情 之前還自爆 被年輕人寫歌追求 怪不知笑得那麼甜 好甜蜜 自己作一首歌給你 哎呀 很尷尬 我這是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 其實是甜蜜 甜蜜的 開心的 不是近期發生的 不是近期 如果現在她再做 看到她出街之後 會不會再有行動 你又覺得OK 這些緣分的事 再等一下 一定會來的 沒有得強求的 這些 但你現在進來 自己都OK了 心態都已經放下了之前一段 都可以準備好 新一段 我不會選強求 我一定要什麼時候 我要拍拖 我要結婚 有沒有的 當然她要來 我當然不會阻礙她 但現在都是專注在自己身上 努力工作 和讓犯上少 自己整整隻腳 我也沒想到 要拍拖 你 我吶 你 你